拆電線搬桌椅 海訊署人員一個接著一個 把辦公用品通通往樓上搬 基隆望海向安檢所辦公室 就怕颱風來淹水 哨所官兵趕緊將一樓全面進空 最嚴重有淹到半層樓那麼高 全部撤離之後 我們會以沙包做我們的抵柱 對 做最基本的防台措施 蘇迪勒步步逼近 海面上不斷出現大浪 不止嚴防辦公室淹水 民眾也將自家的家具搬上二樓 海巡署人員也舉著告示牌 禁止民眾進入危險區域 海浪一波波打上防波堤 漁港內的漁船並排擠在一起 用支柱網式的繩子牢牢固定 漁民就怕颱風造成損失 但必殺漁港仍然照常營業 一大早就有攤商開始準備漁貨 風台無限 人客也是會來 風台來照買 過年就沒效果了 風台效果 基隆港目前還是照常作業 但港內除了固定航班的船舶之外 幾乎空無一船 所有船隻都擠到內港 嚴防颱風 記者